一直在讲说现在鲜奶很难买 因为天气热 乳牛都很少分泌乳汁了 使得牛奶的产量减低了不少 所以很多人都买不到鲜奶 所以现在干脆直接杀到产地去抢购 嘉义大学因为有自己的牧场 每天平均生产330公升的牛奶 大概有350瓶 所以很多人一早排队跑去 大排长龙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光了 真的是争先恐后啊